大家都在等这个阶段久 阿兰这边有一辆载具 那阿兰是不是想把自己的 战线往北部那边去拉呢 他出动了 北边这么平能拉吗 咱们要不然这样 先等他去刷完之后再走啊 而且梅花庄给了东边 走得太急 这一下真的走得太急 其实有一个探明点 当然梅花庄刷新的那一瞬间 是微博会掉以惊心的那个瞬间 对 大家都在看地图 对 阿兰这一下走得太早 但好在啊高点的人 是完成了最于冥冥的一个击倒 人数上依然是2打 释怀 一个蹦蹦跳跳来到了阿兰身旁 但是冥冥这边也是被连打逮捕 那扶起来之后 PT有人数优势 一边是有人数优势 一边是有全形优势 最关键的一个东西 导师手里有雷 你有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可以减少自己的对枪 导师手里有雷 野猫手里有枪 最后WYY的位置 对 倒了 P90 随着他出枪 已经被锁定到了 野猫 最后的25发子弹 两颗手雷 两颗手雷 两颗袁小平 不要露身位 对方王媛媛的枪 可是很硬的 但是信号收集值实在是太低了 WYY最终是没有机会 这场比赛 恭喜野猫决赛权权 三连暴走 取得胜利 是的 对方王媛的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